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北市消防局组成的台湾搜救队 2月6号晚上出发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搜救队出发前特地前往致议 而内政部长林又昌和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到桃园机场授旗送机 台北市消防局特种搜救队人员正在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在土耳其发生7.8强震后 消防署决定组成包含台北市消防局在内的台湾搜救队 被前往进行国际人道救援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发前特别前往台北市消防局致意打气 蒋万表示911大地震发生时 土耳其救援队是最早抵达的国际搜救队伍之一 现在正是台湾返还恩情的时刻 我们台北市的搜救队是全国第一支国际的搜救队 也最具有国内外搜救金融队伍 也是第一个通过全国重型搜救队的队伍 所以大家是最专业的 经验丰富 也是我们培养出的精英 所以这一次的出庆 我想大家代表的 不只是台北市的骄傲 也是国家的骄傲 大家街上也富有着使命 其实我们跟土耳其之间建立起这样子消防救援的起因 可以从1999年开始 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地震 我们也派员前去协助救灾 后来921地震 土耳其搜救队也派员来协助 所以这段情谊也让我们在这一次参与救援 我想大家也有更深一层的使命 内政部长林又昌宇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到桃源机场 为台湾搜救队授旗加油打气 林又昌强调 土耳其有难 台湾也来帮忙 希望台湾搜救队同仁 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发挥专业 救援更多生命 台湾在921地震的时候 土耳其救援队是率先到达台湾救援的队伍之一 所以这一次土耳其有难 我们台湾来帮忙 我们整个的一个救援队规划是 准备了130名的队员还有包括医护人员 另外有五支搜救犬 另外的装备的部分也高达13顿 不过因为土耳其当地的一个天后 目前的状况是相当的恶劣 另外就是空中的一个交通 也是有紊乱的一个状况 所以经过外交部跟土耳其政府来做进一步的沟通跟协调之后 我们规划采取两批次的一个救援队的出发 的一个规划 台湾搜救队首批40人已于2月6号深夜出发 第二批90人与搜救权 则预计在2月7号早上前往土耳其受灾地点进行国际救援 记者张琪灯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开幕仪式盛大举行 由总统蔡英文主持开灯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基隆市长谢国良 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共襄盛取 在优美月身中欣赏玉兔壮彩炫目展演 展现台湾热情活力 台湾灯会主灯玉兔壮彩 在发号几鼓名罗后正式开灯 玉兔生动表情搭配金曲音乐人陈建奇 创作的主题音乐光彩炫目 让民众大饱眼福 加上多元丰富的动静态展演闪耀登场 台北市政府准备了许多丰富 多元精彩的静态展出 以及动态表演 欢迎所有的台北市民 来自各地的民众 以及国际友人 一起来参与这场盛宴 今年的灯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城市交融的灯会 从忠孝父亲捷运站开始 沿着东区商圈到国父纪念馆 松烟文创到市政府台北101连接信义商圈 同时我们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每一区也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灯区 我们也把灯市与台北市的街道巷弄结合 形成整座城市宛如光郎 在元宵佳节 我们让全台北亮了起来 来传递新春到来的喜悦 另一方面 我们也透过艺术入店 也就是让大家来赏灯之余 也可以走进台北的巷弄店家 逛逛街 吃吃美食 喝杯咖啡 享受属于台北的悠闲片刻 同时大家来台北 只要搭乘 透过我们便捷的大众运输工具 就可以逛遍我们整个灯会 所以2月5号到2月19号 为期两个星期的灯会 欢迎大家跟着我 沿着我们的光的轨迹 来到光源台北 来深刻的体会 我们台北多元创新的魅力 以及热情 包括行政院长陈建仁 交通部长王国才 市长蒋万安 基隆市长谢国良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及各国驻台使节代表 都出席台湾灯会开幕活动 民众也纷纷涌入现场观看 截至当日晚上十点指 上灯人数合计 六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五人 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看到台湾灯会 在每一个县市 都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特色 展现出当地独特的历史 跟城市的魅力 也吸引了许多的国际观光客 来台湾 台湾灯会经过多年的努力 已经成功地被打造成为 一个行销台湾的重要品牌 今年是亏为二十三年后 重新回到了我们台北来举行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回到最初的起点 也代表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欢迎全世界的旅客来到台湾 看到这只兔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眼熟 因为艺术家用特别的技术 在机器户上的脸上 呈现了郭幸存的笑容 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那么这次的展出 也结合了在地文化 和创新科技 许多城市的建筑和景观 都成为我们灯展设计的一部分 非常的特别 那么像是我们东区商圈光展区呢 装置艺术家陈浦先生 打造了12米高的Future Shuttle 未来穿梭兔子洞 象征通往无限想象的通道 大家在远东搜狗的门口 就可以看到真的很吸睛 在其他的展区 也有许多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 展现巧思 带来许多的精彩的创作 大家都晓得在役后这一段期间 我们大家都很盼望着 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我们也努力的来 从中央跟地方一起配合 来使得台湾在役后 不管在经济社会的任性的强化上 或者是在全民共享 经济成果的努力上 我们也订定了特别的条例 希望能够每一位 国民多花6000元以外 我们也会特别照顾中小企业 而且会照顾这个中立收入户 和特别需要照顾的弱势的团体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大家都充满了爱心 在未来 这一个特别条例的特别预算当中 我们会请我们的交通部 特别来推动台湾的观光产业 在疫情期间 台湾的观光产业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疫后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各项的努力 包括我们邀请国外的 重要的旅行公司来台湾 来推动我们的国际观光的活动 另外我们也来补助各个观光产业的链接 里面所有的产业 包括了观光旅游 还有运输业 我们希望中小企业 我们希望都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 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台湾 看到台湾的美丽 台湾的友善 还有台湾怎么样的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就好像今天我们展出的 这个玉兔的主灯一样 让台湾的科技 跟台湾的艺术 跟台湾的友善 能够结合在一起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怎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怎么在世界上 能够有各项方面都能够领先 包括我们的自由民族 到多元开放 以及我们的科技产业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艺术的发展 都在在地显示我们台湾人的光荣 台湾灯会带给台北市庞大的人潮前潮 极可观的观光亮能 别具意义 这也是疫情解封后 台湾迎接的第一个国际大型节庆活动 欢迎市民及国际旅客 一起参与这场盛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响应2023台湾灯会 台北市12个行政区也推出特色灯区 其中松山灯区以民俗文化祈福作为主轴 在松山持幼宫前打造一座7米高的Q版妈祖灯室 还有台北府城隍庙的月宫后花园灯区 点灯仪式中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席清和多位市议员 以及民政局长陈永德都到场参加 还有拆灯明以及精彩表演 现场热闹非凡 7米高的慈幼宫Q版妈祖灯室 两旁还有招财兔和灯楼 可爱模样让参观民众都忍不住住住欣赏 松山灯区结合在地公庙 台北市松山慈幼宫 以及台北府城隍庙等宗教文化元素 以民俗文化祈福作为主轴 2月4号晚间点灯仪式中 议长戴席清与多位市议员 以及民政局长陈永德都到场参加 其实今年我们轮了23年 终于台湾灯会又回到台北市来举办 真的是我们松山新一区 大家非常大的一个福气 尤其我们除了松山区这边的一个灯区之外 包括刚刚会去新一区 在永春皮市地公园这个地方 那我们台湾灯会大家知道 今年有四个主要的灯区 除了国父纪念馆的主灯区之外 主要的相关的灯区 几乎都在我们周遭的范围之内 尤其我们松山新一区的选民 大家特别幸福 今天的12个区灯各有特色 各有主题 那我特别选在松山区 一方面就是我过去服务的地方 那也非常感谢松山石又公 陈董事长多年来对我们台北市的贡献 而且对我们的付出啊 让我们所有地方的活动 还有一些需要救济 需要建设的地方啊 可以说我们衷心的感谢 松山石工对每年的这个 这个严宵节的花灯啊 我们每年都有办 今年做的特别慎重 在23年前我们在那个台湾灯会啊 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 我们也去参加过好多节 所以我们结的很新鲜啊 很高兴今天的严宵节 也在圆满的完成 那今天台北武成华庙 也特地的来到一个后宫的兔花园 那我们有请那个跟好想兔的那个作者 然后来做一个玩偶造型的活动 各位市民啊 然后能够有机会的话 到松山登区来的时候呢 能够到这边来参观 区长游竹萍表示 三大展区分为玉兔登区 月宫后花园登区 以及祈愿登区 石又公主登旁 还设有首创又新奇的 影子怪物互动区 让大小朋友 化身为有趣又可爱的兔子 同时串联绕合夜市 让民众边逛夜市边赏灯 这一次呢 台湾灯会回来台北啊 我们松山区 特别谢谢我们的松山持有公 还有辅成华庙 来赞助这样子的灯区 那里面呢 有非常精彩的妈祖主灯 还有我们成华爷的主灯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这边赏灯 非常的有趣 这次的互动登区呢 在这个我们的持有公前面 小朋友呢可以到这边 跟这些影子做互动 本来在里面跳舞呢 就会变成一只一只 很可爱的小兔子 也欢迎大家踊跃来尝试看看 点灯仪式还特别邀请在地学校 松山国小 灯画国小 以及如火剧团 带来精彩表演 现场也安排丰富多元的摊位 以及拆灯迷 换好礼品摸彩活动 灯区展至2月19号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赏灯祈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不少灯区开展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和台北101 重磅登场的五分钟 光雕共演秀非常强烟 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极力推荐必看的作品之一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与台北101 重磅登场的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透过声光效果转折 刻画台北城市的心情及变化 给民众前所未有的声光视觉饗宴 这是两个北市地标首次合作共演 在台湾灯会期间每日下午5点15到晚上9点45 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极力推荐必看的灯区之一 在台北市我们举办台湾灯会 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从我们信义商圈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国付纪念馆松烟文创大巨蛋 到东区商圈 一整个廊带都有各式各样的灯饰 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区也都有主题灯饰 那这一次我们未来展区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信义商圈 以及四四南村 我们结合了时尚潮流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样的这一次台北市政府也与台北101合作 我们将会有长达五分钟的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来欣赏全世界最高的花灯秀 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 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文资团体 台北稻江林安社 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包括韩国日本等表演团体 前来共襄盛举 所以预计会有五百人的采接游行 还会有超过三百五十场次的表演团体 街头艺人等等 大家会在这个未来展区尽情的发挥 让所有前来欣赏的民众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 未来展区的热闹 此外灯会也携手赖 以智慧城市策展概念出发 呈现多元内容 打造城市观光与灯会互动体验 胸大与胸赞难得同台卖谋 陪大家走访灯会 有关于我们整个灯会 从所有的导览 到我们的灯区的介绍 到整个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种资讯的提供 在LINE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还没有来灯会之前 你就已经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 透过策展的内容 规划你来台北灯会的行程 而你一旦进入到台北灯会的四大灯区之后呢 还会被我们在现场所布置的 350颗LINE Beacon蓝牙讯号发射器 为您做灯会的四大灯区的一个智慧推播 包括灯区的介绍 包括现场的美食 包括周边的商家的彩点优惠 以及进出灯区的交通导览 各种辩明的资讯 都可以经由这个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机的LINE里面收到 我们希望提供民众这样一个 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从线上到线下的一个灯会的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体验 我们也非常兴奋 特别带来我们LINE Friends的明星角色熊大 和他的朋友们 来和我们市政府的超人气吉祥物熊赞联名 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商品 联名的贴图等等 睽違23年台湾灯会再回台北 横跨多个城市地标 官船局长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形容这次逛展全新体验 那这一次跟其他的灯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飘移到各县市都是一个空地无中生有 大家好像觉得一次吃到饱 可是台北灯会就不一样 它横跨五个捷运站 中校复兴 中校敦化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它就可以中校东路走九遍 其实表示说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它的涵盖内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样是 以前因为是一个空地 它没有地景 它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台北灯会呢 基本上就能够 你可以看到 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可能跟国父纪念馆交会 你也可能跟101交会 你跟我们台北很多的地标交会 那同样的在城市行销里面 它的效益更大 因为其实台湾灯会是一个国际品牌 那在这疫情三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国境的没有完全开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见 那现在我们台湾国境已经稍微开放 可是国际市场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国际观光客来到我们这 那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又结合像我们这一次城市型的规划 它跟地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随着大家分享的照片 它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湾台北就是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不同应该在于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跟国际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湾欢迎大家 那当然从饮食来说 以前空地无中生有只能靠流动摊反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东区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档的 你可以坐进店里面好好地去享用 所以这一次其实 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销跟美食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5号灯会正式展开 作品超过300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联周边美食街道风景 独具魅力 民众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灯会展区 漫步欣赏艺术入景的特色作品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 魁为23年再次重回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盛大灯场 其中横跨东区以及信义区两大商圈的光源未来三大展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方面特别推荐三条逛灯路线 交通局也公布逛灯会的三大交通攻略以及交管措施 呼吁国内外游客可以多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前来 体验台北城市的光源魅力 位于国富纪念馆的中央灯区副灯重新出发 正在密集进行测试 魁为23年重回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即将在2月5号登场 由于这一次灯会改变过去一战式的做法 分为四大展区横跨五大捷运站 因此2月1号起包括光源及未来三大展区将先进行试营运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局长陈述会也在记者会上推荐三条逛灯路线 建议游客可以安排三天两夜行程赏灯逛街评美食 光传区里面它是除了中校动路为主要概念 它另外还有所谓的艺术露点 你可以进去尝个美食 或者去进店里面去看一些艺术创作 那另外就是美食也不用在游动摊贩站在外面 所以这一次下雨根本不用操心 那因为这一次我形容说它来到台北灯位最好的就是至少三天两夜 就是要吃到饱 看到饱 可是实际上它就是要少量多餐才能吃到饱跟看到饱 在游客服务方面除了在各展区架设全区地图及设置旅游咨询服务站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方面还规划走动式服务人员方便赏灯民众 为了因应台湾灯会所带来的庞大人潮及车潮 台北市交通局与警察局方面也在记者会上公布最新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 并提供逛灯会三大交通攻略搭捷运坐公车不开车 一个是四五路的新阵埃路 那这个地方就是大概就是从一月九号到二月二十三到这个是管制 因为包括恢复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四五路在二月四号二月五号的部分 四五路是会封闭的 那封闭的部分就是因为它配合整个游街采街的行动 所以大概会包括松寿松高跟松寺都会做一个都会做一个管制 那另外就是一仙路 一仙路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也担心这个在主灯区跟这个松山烟场这个灯区里面 大概会有一些很大的行人的量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是这样 所以例假日我们大概也做一仙路做一个管制 所以这里面大概情形是这样 那大概有六天的一个管制 那在封闭路的北侧的部分 我们曼车道也是做管制 让民众来观赏 在整个国附纪念馆周边的人潮溢出的一个交通的弹性作为 另外在我们整个展区的新议计划区里面 我们研判这个交通的流量会增大的时候 我们在七个路口 刚才交通局特别提到 新闻稿也有七个路口 还有两个高架 这一个弹性的管制 观传局方面也强调 这次台湾灯尾各个展区周边大众运输相当便利 呼吁民众可以通过公车捷运及两线专用接驳专车 轻松抵达各大展区 日晌灯夜晌光 体验充满绚丽灯式的台北城市光源魅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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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旗团关心您 从1937年日距时期的松山烟草工厂 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原创发展基地的松山文创园区 是近年来民众很喜欢到访的热门休闲景点 迎接台湾灯会松烟文创园区更有三大必看亮点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不到半分钟就能缝制好一颗钮扣 这是ReHAU的反复生活实验室 民众能在这里实际上机使用工业用缝纫机体验六种车线 感受一日设计师的自由创作魅力 透过手作探索永续的各种可能性 原本是一件衬衫跟一件牛仔裤 就是一件牛仔裤的那个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等于是再利用 对再利用 然后让它不一样 还有这间垃圾厨房 在大厨林沸吐的料理下 将回收材料所截取的塑料粒 做成碗盘花气甚至灯灶等生活小物 重新赋予废气品新生命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把我们主要的垃圾 直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再使用的东西 透过这不同的步骤 这两间都是以再生循环为主的台湾新创品牌 从日剧时期的烟草工厂 到现在的台湾原创发展基地 松山文创园区不仅有像米飞兔 久久的奇妙冒险等超人气展演活动 更多的是颇具创意的店家 引进松山文创园区 就是希望打造具国际级水平的永续文创园区 对于ESG或者是永续议题 我觉得文创园区更应该要有态度 所以在整个邀请一些品牌进驻 去做实现或实践 这个部分松山大概都小有成就 那我们讲说ESG总共有17项 松山自我先减合 我们大概有达到12项 那还有5项要继续前进 希望说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一般民众可以实践的生活样貌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第一阶段在实践的 慢慢的在未来我们希望邀请更多符合这个条件的品牌 可以进来进驻到远区里面 各具特色产品多元的松山风格店家 也是文创聚落的府衣基地 更希望成为台湾文创人才创业的第一站 因为创作者很多 所以创作者第一站 我们还是希望说去让我们的文创品牌的创作者 第一站是在松烟 他有不同的路径 我们去帮他规划他不同的路径的方式 包含了说未来更具商业市场的那条 其实每一个品牌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 他们都需要不同的帮忙 我们都会在这个阶段上面 不同的阶段上面陪伴他们 不仅看展消费或手作体验 古董集的消防管线与日式建筑风格的制烟厂房 都让松山文创园区带有融融的历史氛围 园区方面还邀请团队 透过松山烟厂自然地景与环境 在原来的景观水池与林蔭小径 制作出装置艺术静光 这个需要手脚并用 金属与绳索结合 可以手脚并用摇晃行走 也能仰躺望向天空 让身心灵都放松 使文化资产保存在利用更增添乐趣 一个是邀请设计师来跟空间做对话 它也是一种创作的第一站 那另外一种是在未来的三年 我们会更聚焦在文化内容面 希望说去实践更多的场域精神 我们也希望说邀请老员工回来 让这个松山烟厂85年的历史 可以继续的传唱 这个一代接一代 因台北大巨蛋即将开幕所带来的人潮 松山文创园区也规划串联 新义区周边伙伴形成无微强的博物馆 让民众充分体验文化及生活 我们希望经营是一个文化的生活场域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来认识艺术家 或者是文化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里 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事情跟乐趣 因为我觉得创意 一个是在这里发掘创意 第二个是在这里被起包创意 希望说在这么都会里面 可以不管是疗愈大家 或者是成为大家发表的舞台 我相信这是我们希望成为 国际型的文创园区 因台湾灯会魁为23年重返台北 作为园展区的松山文创园区 也规划有必看的三大亮点 邀请民众走春赏灯玩松烟 看古今活化 欣赏装置艺术及光雕 静电家参与艺术与原创 体验苏压慢活的文化生活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日本磁城县一三磅海物产风劳 有13项农产品 生产总额是全日本第一 把握台湾去年放宽食品进口限制 磁城县当地40家知名食品和观光业者 带着明星商品飞来台湾 举办疫情后首场实体大型招商活动 要将磁城引以为傲的美食 推荐给台湾民众 磁城县之士大景川和宴 与长阳银行行长邱野哲野等人 为为期三天的磁城大商谈会 磁城Miss Taiwan in Taipei揭开序幕 有十字大县美名的磁城县 一山傍海物产丰饶 农业生产总额是日本第三高 其中包括哈密瓜地瓜等13项农产品 生产总额更是全日本第一 はい、ということで、食に、お酒に、旅行に 様々な関心を今、台湾の方が 茨城に対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昨年、茨城県産品の台湾への輸出が 11年ぶりに開店となりました 私どもは台湾の皆様に 茨城の美味しい自慢の食材を いち早く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 今回、このような商談会の準備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 茨城県は、日本を代表する食の体験でございます また、素晴らしい観光スポットにも 風よくございまして 今回は、その中でも 食と観光に携わる えりすぐりの事業者の皆様が この会場に来ております これから、台湾の皆様に ご満足いただけるものと 思います 這次参展的40家廠商 含蓋米、酒、麺食、海鮮等各種商品 讓台湾業者可以試吃試喝 直接体験 希望将此成隱隱為傲的美食 推薦給台湾的民眾 茨城県の食材で言いますと さつまいもですとか お米、あとは卵等々ですね 非常に有名なもの あるいは日本の国内で言いますと 全国的に生産量の 1位、2位、3位というものが たくさんございますので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れからも 台湾の皆様に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な 今回の商談会であったりとか 日本一のようなものを 茨城県と一緒にですね 開催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また逆に台湾の皆様を招きして 日本国内で商談会ですとか 日本一、あるいは観光ツアーみたいなものを 企画していけたらな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茨城大商談会招商活動 2月6日到8日在松烟3号倉庫登場 歡迎对日本食材有興趣的業者或民眾 把握難得机会 掌握茨城新食商機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道 高血压可能導致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糖尿病和腎臟病等 重大慢性病的發生 依據2017到2020年 国民營養健康状況 变迁調查結果 18歲以上国人的高血压 盛行率達到26.8% 推估大約有529万人罹患高血压 国民健康署提醒 透過定期测量 才能掌握自身血压状況 不能够只依賴就醫時的檢查 好 所以我們測量完了 測量完了數字 出來是168、90 比剛剛還高 怎麼那麼高 好 OK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在這樣子的測量之下 發現說阿嬤你現在在這裡 因為你來便宜所以會比較關閒 不過這不一定是真是關的火 因為很多人來便宜 尤其是大便宜 人很多的時候很緊張 火就會很關很關很關 這就是我們說的白袍症候群 或白袍高血压的情況 血壓測量是否正確 差異很大 醫師透過小短句示範正確的測量動作 並建議以居家血壓量測取代過往 診間血壓量測作為高血壓的診斷 這樣更能有效代表真正的血壓狀況 事實上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其實曾經我們去年 臺灣的高血壓學會 以及臺灣應該叫中華民國新上學會 跟大家專家學者 還要寧定的一個共識 那我們根據了世界的潮流 以及我們自己的研究等等的 我們其實都發現說 在整間的血壓 其實的準確度 不如在家裡測量的血壓 大家都很多研究告訴我們說 在家裡的血壓才比較不受干擾 跟將來的心血管疾病 可以講說是比較有相關 甚至就是比較準確的血壓 可以這樣說 那陳如我剛剛說的這些 跟阿嬤說的像排跑高血壓 這樣的情況 其實在診間裡面 一天到晚都在發生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的時候來門診 有些人是特別的高 絕大都是這樣子 很多的時候 甚至有些人臉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些呢 那因為一些壞災環境而引起 或者本身環境 引起的過高或過低這樣情形 其實常常會造成 就是病患以及醫生的一個 就是判斷不是非常清楚 或者是說 控制起來也不是那麼的準確的一個情形 因此我們的指引的一個重點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今年在推的一個活動 跟國建築一起推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所謂的722居家血壓量測 我們有將近四分之一18歲以上的這種高血壓 這個台灣的人口沉上去不得了 那可能有將近三分之的人 跟我們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因此我們也是希望說 提醒國人的注意 要在家裡量 第一個要在家居家車量很 第一個是量血壓很重要 第二個在家裡量很重要 第三個要怎麼量呢 我們剛剛說的一個準確的方式 那當然因為還蠻長的 大家如果說想要知道的話 我們學問網站上面有製作一支的影片 精美影片 由我們的前副的秘書長 我們請的醫師來告訴大家怎麼量血壓 大家看完之後都非常的清楚 大家細節都講得相當清楚 還有鄭浩銘教授也都有告訴大家怎麼量血壓 請大家上我們的網上去看 那什麼時候要做測量 起碼如果有隱患高血壓的病人 我都會要求他起碼在來診的前一週 你說叫他365片多這樣量大概也比較困難 但是至少來診的前一週讓我知道說 他最近血壓的一個動向 那這樣子連續測量 這樣子就會非常的準 那這樣子拿來登記之後 跟醫師來做溝通也相當的 這個一個樣本處理的溝通 大家就可以做出非常正確的判斷 18歲以上民眾每年至少要量一次血壓 並期且長期監測血壓值 並搭配722原則 7連續7天測量 2早上起床後晚上睡覺前各量一次 2每次量兩遍取其平衡值 做好血壓管理 很多人都會覺得高血壓高血壓聽起來沒什麼 而且高血壓都是我們爸爸媽媽以上的問題 事實上其實我們知道高血壓是許多疾病的一個重要危險因子 從頭到腳都有 比如說我們腦血管疾病 我們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 眼睛 糖尿病 腎臟病 高血壓 其實都是這些疾病的重要危險因子 我們這樣初步大概一年 因為高血壓疾病 跟相關疾病過世的人 大概有4.2萬人 所以這個議題是非常重要 那其實我們很開心 我們的台灣高血壓學會 還有我們的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其實一起來帶大家關心的 不是叫大家吃藥 而是叫大家要注意你們的血壓如何 所以今天講的722 是今天很拜託 我們的媒體朋友帶回去的關鍵字 就是一個禮拜連續7天 每天起床後睡覺前 每次量兩次的血壓 所以今天想要告訴大家 血壓高血壓其實也不是成年人 不是中老年人的權利 我們漸漸也發現說 很多年輕的人 其實他對高血壓這件事的認知度 是非常不夠的 國務健康署也有自己的調查 發現說對高血壓有認知 大概6成到7成都是40歲以上 可是40歲以下的人 認知大概只有3成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希望 從年輕就做起 所以我也過得了 但我們的科長也會跟大家講3C 很重要的3C 不是你們手上的3C 就是你要去check 你要去change 你要去control Check自己的血壓如何 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 不要沖煙喝酒 不要飲食的問題 不要少運動 那還有control 就是要把健康狀態給maintain好 維持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記者會主題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 而為了你知道說量血壓是很重要 而且如何量 再來就是告訴大家說 年節到了 大家都有機會回去自己的親朋好友家裡 今天晚上的家裡坐著也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們多多推廣這個的重要性 就希望說2023年新的開始給大家一個新的健康功課 只要7天 那有了記錄我相信 我很開心 其實我們的許多的臨床醫師願意站出來 告訴我們說你不是只是靠吃藥 你可以在前端做預防 我想這次國民健康署一直不斷推動健康促進的重要情況 另外春節將至國健署也提醒民眾 圍爐大餐及零食 其中暗藏高油高糖高鹽的危機 歡樂相聚之際也要為健康多把關 維持健康生活型態 對血壓控制也有很大的功效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根據台灣癌症基金會發現 台灣每天大約有15個人死於B肝等相關肝癌 但是義大醫院最新研究發現 B肝導致肝癌的病患有四分之三 沒有接受過B肝追蹤和治療 基金會呼籲民眾必須及早追蹤治療 拿著小籃球投下三個必須要的籃框 台灣女籃傳奇錢維娟和國健署署長吳昭君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民 一同呼籲國人重視B肝相關疾病 別錯失妨礙契機 我剛好也是太野 我就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好隱藏的 而且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健康 而且這個健康不是我自己說的 而是我真的是大概至少超過20年時間 我就是每半年跟我的醫生見面 然後又抽血 然後照超音波 然後我的醫生對我很好 他還幫我念了特別多的東西 那現在對我來說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簡單很輕鬆 是因為這一次我才知道了這麼多的數字 我才知道我就是這個斷層世代的其中一員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叛逆的球員 我在小時候我就是常常去對抗這個體制 就不能染頭髮不能燙頭髮這些我都 我都非常的不遵守 但是很奇怪 醫生說的我還蠻聽的好奇怪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就是固定的追蹤做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是很稀鬆平常的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這個強烈的呼籲 真的做這件事情其實真的並不難 那其實V肝的防治並不亞於吸肝 我們從早期的V型肝癌的疫苗的注射 到媽媽有這個感染V型肝癌以後 因為我再出生二小時都要打太陽蛋白 那麼一直到我們從健保開始的時候 就有V吸肝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們一百年開始大量在推動 那麼從98年開始 那有沒有又擴大所有的範圍 我們民眾只要滿45歲 那原住民只要提早到40歲 到74歲 到79歲之間 我們都可以中生提供一次的 V吸肝的一個篩檢 所以政府我想在推動相關的 從疫防到篩檢的工作 那都一直要持續來進行當中 那剛剛提到了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好像都還有不足的地方 都還是要我們持續在努力的地方 那偏偏我們肝臟平常 就不會告訴你我哪裡痛苦 因為它沒有症狀 如果沒有透過篩檢 那麼你是沒有辦法知道 你的肝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它不會主動的告訴你 等到告訴你的時候都已經比較慢了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在早期的 這個疫防跟篩檢的重要性 這個是一定要告訴他 那我們一年剛剛提到的 主持人講的 一年大概發生率就有一萬人九百多人 但是死亡的肝臟 死亡的一年超過一萬兩千人 是所有癌症裡面死亡最多的 就是肝臟的疾病 當然包括慢性的肝臟 肝臨化症 當然也包括肝癌 加起來就超過一萬兩千人 所以是相當對我們來講 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 怎麼樣來降低我們肝臟的 這個損害能夠降低這個肝臟的死亡率 所以呢 但是這些癌症裡面來講 百分之八十 都跟VC肝感染有關 它是有感染性的肝臟 所以對於VC肝的怎麼樣預防感染 怎麼樣能夠讓大家 免於這個感染性感染的一個危險 那有了感染 怎麼及早找出來 及早去阻斷感染機器的發生 讓我們肝能夠休息 能夠恢復到健康 就非常的重要 台灣1986年 對新生兒全面接種B肝疫苗後 B肝代元率降低至0.5% 但肝癌仍高居國人第二大癌症死因 每年約有8000人因此失去生命 但醫大醫院卻發現 肝癌患者有高達75% 未曾治療過B肝 措施預防肝癌的良機 但是B肝癌的比例還是會高 那這些人到底是怎麼來的 目前我發現這些人都是所謂 疫苗斷層世代的人 那這些人大概 每人有超過大概5000到6000人 那每天大概有15個人 那這一群人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就可以發現 他們三層是從來沒有救醫過 即使我們有做到所謂的定期追蹤的方案 那這些人是沒有去的 那七層沒有做固定的追蹤或治療 所以有得這個感染 從文明健康署107年健康危險行為監測調查結果顯示 感染B肝癌的功能有三層是沒有救醫的 那這些原因分析起來有七層是自己覺得很好 沒有關係 有兩層是不知道要去看 可以有一個地方讓他們能夠定期的去看 那一層為沒有時間救醫 所以以後這個應該是在民間像臺灣的政經濟 我們就開始要多把力量放在這一群 從來沒有去救醫的 那國民健康署105年公布的調查 全台有超過500家這樣子的參與 這個所謂的追蹤或治療方案的地方 那目前並且接受追蹤或治療的人 僅僅只有3分9分 國健署提醒民眾善用政府提供的預防保健服務 45到79歲民眾可免費一次BC肝炎篩檢 透過早期發現避免演變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減少治癌風險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新山水庫是基隆重要的儲水設施 為了因應七八月枯水期的正常供水 自來水公司將水位下降到可以施工的位置 來進行取水塔攔湖柵工程以及修復輸水管線 立法委員蔡世英特地前往關切施工進度 水公司方面預計在2月20號整修完成 5月將可以恢復水庫正常水位 新山水庫的水竟然變成黃沉沉一片 水位跟下降到四周土石裸露 原來自來水公司正在進行 新山水庫取水塔攔湖柵工程及塑水管線漏水修復 希望強化水庫蓄水功能 以因應七八月的枯水期 我們現在的大概是兩個工程 一個是我們的第一取水塔的攔湖柵工程更新 第二個是那個漏水管線的一個修復 現在我們已經在開工了 預計在2月20號前就完工 繼續續生 由於有民眾擔心水庫水位降低 供水會受到影響 在市議員洪生永及吳華家陪同下 立法委蔡世英特別到新山水庫現場 關切施工進度 蔡世英肯定水公司防範於蔚藍的做法 由於工程僅續一個月左右 加上現階段東北季風影響 基隆河川流量豐沛 因此市民用水不受影響 在2月份這個月的過程當中 持續的會現在是滴水位的狀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水公司 在這部分做相關的工程施工 而這樣的工程施工 就是為了因應七八月以後的 所謂的枯水期的過程當中 水庫的有效使用 基隆市民的有效的保證供水 先做預先的準備 所以市民在這邊也非常感謝 我們水公司在這個風水期的時候 有特別想到未來 新山水庫的整體的工程的使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先做這樣的相關工程 而不是到了真正需要在七八月 大家在需求量很大的時候 再開始來做工程 那會造成我們相關市民用水的不足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大家可以放心 沒有問題 自來水公司方面也再次強調 選擇在風水期進行 就是為了避免影響民生用水 請市民放心 因為我們現在的是屬於 東北季風的部分 我們的巷雨量是非常充沛 所以說現在穿流量 基隆河的穿流量都很順暢 而且充沛 我們基隆市現在全部都是用 基隆河的河水 所以現在目前 新山水庫主要的功能是在 七月到九月 它枯水期的時候 去穿流量不夠的時候 來備用的使用 這也是新山水庫建成蓄水後 首次將水位降得如此低 在水公司方面表示 等二月二十號工程完工後 將逐漸恢復蓄水 預計到五月 新山水庫就可以恢復正常水位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 藝人交來罵 同時也是台灣觀光旅遊聯盟 總會創會總會長吳敏 來到基隆市政府 拜訪市長謝國良 雙方針對疫情之後觀光以及 郵輪富航帶來的商機彼此交換意見 希望透過觀光活動的推廣 把遊客留在基隆在地消費 謝國良市長在觀光與城市行銷處長 郭忌的陪同下 和藝人交來罵 也是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 創會總會長吳敏會談 謝國良相當關心 基隆役後觀光及郵輪富航 如何把外地遊客留在基隆在地消費 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也分享 可以透過賽事經濟 吸引遊客來到基隆 留在基隆吃喝玩樂 過夜增加消費 一起來討論在疫情之後 如何振興基隆的觀光 台灣觀光聯盟總會 他們有很多的旅客 未來可以帶到基隆來 重點是帶到基隆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如何給他一個足夠的一個旅遊的內容 是我們自己要好好去思考的 那如果我們的旅遊內容不充實的話 那他們可能就不一定要來到基隆 而且台灣有很多替代方案 所以這一點我有特別拜託國際處長 跟我們的秘書長跟加萊瑪 未來一起來研究一下 能夠讓更多的旅客能夠來到基隆來 玩得開心 最重要是不只只有吃東西 吃東西一定要吃 吃東西以外一定要好好的買一買 購買更多的商品 那我這個禮拜也要跟包括像經營珠寶公會來討論 如何跟餐飲業者合作 跟廟口能外市場商圈合作 吸引遊客在吃完東西以後 一定要買一些東西 才能夠離開基隆市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當然就是要跟業者大家一起討論 共商一些計畫 那非常謝謝我的姐姐 謝謝 我們那天是在黃明慧市長浮選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偶爾都會碰面 最後那天在約了說一定要過來談一下 振興基隆觀光的事情 謝謝姐姐 不客氣 那我們這次正好聯盟總會 有跟泰國簽了MOU 那我們怎麼把人帶進來 那我們現在努力的從東南亞 怎麼樣做一些英鎊的這些生意 那當然我們希望就像我們剛剛市長說的 來到基隆吃大家只知道廟口 那要怎麼樣帶一些東西回去 有紀念性的對不對 然後呢 讓他們來到這裡吃喝玩樂 很開心 然後 而且呢 基隆有很多可以講故事的地方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把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把故事講出來 我常常講 要游中學 游完中能夠學習到東西 回去以後 意猶未盡 一直在想 哎呀 我剛剛到了基隆 還有地方還沒去 我還要再去 這就對了 對不對 對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好 一起來 我們從基隆給人逃 凱西 發光發熱 對不對 好 然後把游人的人全部留下來 我剛剛講 最少要住一個晚上 對 不要馬上一下了 碼頭就把人帶到別的地方去了 好不好 我們共同來努力 好 臺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創會總會長吳明表示 目前也和泰國旅遊團體簽署MOU 要把外地的遊客帶進來 停留更多時間 期待未來和市府攜手 一起促進基隆的觀光商機 活絡在地經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眾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coord磁 suicide г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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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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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集团关心您